崔亚东南,1954年12月生,汉族,河北理线人,1969年参加工作,197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,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、厅长、党委书记,贵州省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、省公安厅厅长、党委书记。 2013年4月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、代理院长、党组书记。 2014年1月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、党组书记。 当选后崔亚东表示,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,深感使命光荣,责任重大。 公正司法,维护好公平正义的这道生命线,那么坚持依法、独立、公正、行使审判权,维护好、权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。 记者陈慧莹、颜伟离报道。